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4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 今天有两件非常大的新闻 一个是今天上午已经讲到了 也就是在李克强的故居 发生了群众的四方式攻击活动 这是海外的新头壳发表 也就是历史一年多了 中国的老百姓很多人不相信 官方公布的 也就是习近平主导的意识形态 欺骗老百姓 官方媒体报道的 李克强是在上海 心脏病发作死亡的 在拥有的时候 现在呢 人们继续悼念李克强 而且掀取的规模非常大 根据今天媒体的报道呢 是有300万人自发前往沟具献花 甚至在这个地摊上 地摊们以低连的价格出手 夸速 还有这个瓶装锁 被解决式合肥为以最大诚意 像李克强表达劲的一样 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自发 攻击活动 这是今天台湾媒体 心头可报道的内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人们质疑 李克强自死 这里也藏着秘密 或者讲是一个极大的阴谋 因为李克强退下的时间很短 这位习近平派系的一些人 把他做掉了 不论是习近平亲自指挥的 精心策划的 还是他手下的人 在他的默认下发生的这个事件 老百姓非常奋力 所以今天这个最大的新闻就是 官方对国安会合肥叫路阳区 红行路进行了交通管制 根据这篇文章的介绍 也就是说现在三不一港五不一哨 房子世界进一步的扩大 其实这个事情很难以掩盖真相 因为老百姓之所以能自发的 无词之多的人前往献花 到面 那就表达了 人群有表达对新平派的购买的 所以今天海外媒体谈到这个情况 他说有三百万人献花 而且在当地那个李克强的故居门前呢 没有一点垃圾 甚至合肥市的这个老百姓 就非常的这个团结 出租车司机纷纷免费 搭载这个老百姓或者是游客 前往这个洪行路 还有花店的老板呢 就是以平价 就等于是原价进多少钱 卖多少钱 就是销售这个鲜花 鲜花堆积如山啊 刚才看到这个视频节目了 非常令人感动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老百姓怀念李克强 除了对这个死因 持怀疑态度 是吧 更重要的是呢 就是说觉得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呢 搅置于西名 就李克强还是做了一些实事啊 这方面我在上一场已经给大家讲到好多了 今天不重复了 我只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现在海内外媒媒体都没有关注的事 也就是今天你们注意人民日报新疆分社的分板 就是人民日报有分板嘛 就新疆分社的分板 发条消息 已经充分佐证了 本人前几次视频讲的哈 也就是曾经发生了这个金钻政变 李克强支持啊 就是金钻政变直接导致 为什么 你们看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新疆分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啊 4月3号下午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3月29号中央政区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中央关于保密工作 党级学习教育新时代能源工作的攸关 部署要求听取新疆政府代表团出访 中亚三国的汇报情况 研究部署新疆社会维稳工作 马兴瑞主持 这后边这几个内容都无所谓 什么三国出访三国的情况 因为可能是新疆余的领导呢 有外法活动 还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事情 所谓就是新时代这个 就是崔津皮 真正关键的内容 前面这句话 研究贯彻关于保密工作 你注意查一下 其他省市根本没有这个会议 没有搞这个搞这个名堂的 只有新疆 也就政治局会议啊 曾经在3月29号下个例 让新疆开会 部署保密 保什么密 大家想一想 金钻会议这个期间呢 这个中南海南院北院 曾经在余政生的这个代表下 包括很多的年老参加 就对李克强 李克强的这个二十大老 这个落选 还有胡锦涛被 被提出这个 政治局 原先的名单当中 还有胡锦涛被扭送出去 扭送出会场 等一系列 就党内的一场政变 提出了质疑 我估计是应该是在余政生的前头下啊 主要靠这个他的秘书 孙志刚等人 虚体操盘 可能 邓口黄也参加了好多红二代啊 还有一些对习近平公安的 各个派系的人员 一起来为了救党 曾经搞了一次很大规模的活动 倒不一定是军事政变的 一定是一个 就差一点儿个习近平给他搞点 这样一场 一场政治活动 很可能部队有人也参加了 所以习近平非常恐慌 南非这个会议开完之后呢 马上飞机不是落到北京 落到了乌鲁木齐 落到乌鲁木齐啊 把自己的嫡系除了张永霞以外 在北京坐镇 其他的全部调到新疆去了 忽编一个理由 说是叫叫什么科技姓江啊 边疆阵型 搞这么一个会议 其实是商量对称 也就是那时候他是差一点儿这个 被李克强这个 把权力夺取 发生这一场 一场这个中共高层的激励的内斗 这次的会议就是研究这个世界 让他们保密 因为这个又到了李克强 过世一年嘛 而且现在国内外的局势 纷纭复杂 这个习近平的统治 内政外交都陷入了困局 尤其是经济已经崩盘了 房市楼市股市一塌坡路 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又和美国作对 还有两场战争 没有误战这个霸易村普啊 习近平都 都站错了这个立场 倒在俄罗斯这边啊 还有台湾问题 等等一系列问题 是习近平现在感到统治积极可 所以他可能是在 我推测啊 就是3月29号 中央市去开会的时候啊 命而不懈的内容 之意就是让这个新疆的地方 地方领导战 搞一次会议 防止就是他粉碎策划 就是干掉李克强这个啊 这件事情的真相 否则的话不可能开这么一回 这个已经是暴露出蛛丝马迹了 对不对 如果你们不相信 王大律者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啊 人民日报的分版 就新疆分版啊 我给大家看一看 标题啊 就这篇文章啊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篇文章 看见没有啊 这是所有的海内外媒体都没有 我都忽略了啊 我提示给你们 那么我再次强调啊 就这个事情 可是一件大事 也就是说 中共建政历史上没有过的啊 当一个国务院的总理 退卸了还不到一年 竟敢这个把它干掉啊 干掉这个原因 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原因就是 主要是就是 我认为就是金钻政变 就在西名叉政 金钻会议这个期间啊 中国高层内部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事儿 这是什么的 习近平控制媒体啊 他是一贯是善于撒谎 欺骗 因为官媒掌握在他手里了 他既掌握着这个政法制的公解法制 掌握着这个终极的监察力 同时又掌握了意识性怨 那就包括网络 视频 出版社 报纸 主要是电视台啊 所以他这个宣传都是虚假的啊 尤其是他 竭尽全力掩盖上的这个事实的真相 这就是今天这个新疆自治区当委啊 学习的主要内容 不信你们看一看啊 你在把全国各地 因为三十一个省自治区都有会议 你们看看这一两天 其他这个地方当委搞的什么事情 只有新疆让他们保密 那保什么密 我估计就是关于李克强这个事情啊 可能也包括一些李克强的嫡系 成全国的问题 估计都是会讨论的要点啊 只不过他们为了欺骗老百姓 呃 没有这个真相告诉过这个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啊 呃 其实你老百姓并没有知的真相 但是已经对这个李克强自死啊 产生了怀疑 包括今天发生在这个李克强的老曹啊 就在安徒故区发生的自发的到底活动 呃 呃 这些事件呢 呃 还会继续演 演变下去 能否倒 能否导致成像1964年 1979年的 八九六四年那个情况 现在还有待遇的观察啊 总之西营统治 已经到了 给我的感觉到了默契了 一个显速的标志就是什么呢 上层的内斗非常激烈 上层实际上已经分裂了啊 这种分裂 呃 也也加速了它的正确的垮台 好 谢谢再见